介绍华人农历年 语文老师用多种语言来表达 以另外不同语言来教他们 学习这一方面的节日 虽然是有点困难 可是慢慢慢慢的 他们就会懂得老师要教的一些句子 马来西亚的元宵节有抛肝活动 让单身男女祈求好姻缘 不过小朋友则是在游戏中认识习俗 纯粹的乐趣 我们小孩子这样的年龄方面 他们就是要以游戏来学习 语文科方面 如果是融入一些游戏 比较动态一些的活动 他们就是会吸收的 也比较静态的比较快 一个过年的气氛 小朋友提升语言能力 马来教师也巧妙变化应景食物 余生为素食来分享 教学乡长各族群促进了融合 大约新闻黄疫情 陈瑞文 马来西亚报道 看只要觉得是老年6月代红疫情 家似貌